今天是7月13日 歡迎收看多人多明報530 一個華人女人找地產代理買屋 堅稱與對方簽了買家代表合約都不知 搞到她現在要給雙倍的買家經紀費 一份都不小,要約2萬元 家旁的物業賣出去又沒人住 業主又不打理 現在物業被列為危樓 還要用圍欄圍住 左訂之餘,旁邊還多了計時炸彈 真是累街坊 家長今月20日收到牛奶金有驚喜 因為每個子女可以多拿370至440元不等 惡夢就更加在樹起圍蘭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說明是危樓 這間屋隨時都會倒塌了 偏偏她的女兒睡房就貼著那個危樓 這樣就已經夠擔心死她了 這間危樓位於340號,Wear街 去年夏天她被人買了 但屋主從來沒有入住 今年1月,這間屋才是爆水管 那些水好像瀑布那樣,在泡近貝萊爾那間屋那邊的牆 吼吼的聲音下來 貝萊爾致好打電話給市政部門 要求那些水浸了她的莊圍之前 趕快把水制刪出去 到了2月 貝萊爾又發現危樓的牆角開始有點彎曲 那一棟牆似乎壓住煤氣錶 於是又打電話給市政府 市政府接著就派了一個職員到場檢查 貝萊爾說,那個職員 關了煤氣後,水制、電制 並且決定用圍欄將房子圍起來 他們說,圍欄可能佔用我們的地方大約3個月左右 圍著泥樓的圍欄就佔用了她的家 和她鄰居兩個物業的大部分driveway 市政府的職員和她的保險公司都叫她 千萬不要碰過圍欄,不要動過圍欄 更加不要進入圍欄區域 現在6個月過了,圍欄又未拆 貝萊爾和家人都沒辦法用她的driveway 還要經常看著5歲大的女兒 當她在一個栽培上面畫粉不至的時候 叫她千萬不要走近圍欄 既然是市政府封樓,就當然是關市政府的事了 據知,市政府已經要求危樓的業主要在4月23日之前 遵守市政府的標準 但是,這個業主既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亦都沒有就市政府提出的要求上訴 市政府現在可以做的就是找外判商對危樓進行維修 或是直接把屋子拆掉 費用就由業主給 但這樣做就要用圍欄阻止其他人進入這間危樓 鹹美頓市政府市建築檢查經理就說 市政府現在正在審批幾間外判公司 如果價格超過2萬元,那就要先得到市議會批准才行 市府執照和副例服務部的主任就說 有關的程序很複雜的 每個步驟都需要市政府好多個部門投入 所以比較浪費時間 無論如何麻煩都好 市政府的人一路做就一路有人工收 但是住在隔壁的貝萊爾就很無辜了 他認為他們一家人因為被剝奪 使用自己的家裏 所以他應該得到賠償 譬如減少地稅 或替他們重鋪回隔壁 這個要求 我猜大家都覺得 不是很過分 周志偉昨天新上任多仁多市長時表示 要解決多仁多市很多問題 只要與兩級政府齊心就事成 但先別說其他 就如何重新發展安省遊樂工 他就無法與省長福特齊心 早前省府說在必要時 會強徵安省遊樂工 屬於市府土地的一部份 對此周志偉就說 如果省府真的用上這一招 就會將省府告上法庭 周志偉表示 強行徵地是一種相當強硬的手法 他固然不想將公帑浪費在法庭上 但無可否認 想庭亦是解決雙方分歧的手段之一 但願兩級政府 無需去到要在庭上對補公帑的地步 對周志偉的言論 目前正在身處Winnipeg 參與加拿大省長會議的福特就表示 令人失望 不過他仍然相信雙方合作 是可以取得共贏 福特說 安省省民真正在乎的 是房屋的可負擔性 而不是安省遊樂工 對於全省省民來說 他們不會談論遊樂工 相反 房屋的可負擔性 如何支付帳單 如何還案揭 對於他們來說 才是最重要 如果安省政府和市府 在安省遊樂工的問題上 無法齊心 其他事又能否水到渠省 對於2150號 Malikko Avenue華景天地內的風雅超市 7月7日至13日 大量貨品超特價 爆你買到笑笑笑 40磅雪花米43.8元一包 太太洛雞精8.8元一罐 日升西斯豆腐1.5元一盒 油水白臘魚5.5元一磅 小雞腿9.9元一磅 金黃蝦蜜瓜6.9元一磅 風雅超市天天營業至深夜兩點 供候光臨 很多人說買樓不是買一棵菜 對的 買菜又變成像買樓一樣 都未買就已經要簽一大堆文件 這些文件又多又複雜 所以很多華人買樓賣屋 都喜歡找華人地產經紀 探望大家同聲同氣 對Channel 不過 一切順順利利 就對談對談 但一出問題 尤其涉及錢銀 就兄弟也無情講 同聲同氣也無用 住在多人多的黃小姐 最近的買樓經歷 就是一個明顯的慘痛例子 現在她 給一個華人經紀追她近2萬元的佣金 黃小姐同530記者說 今年1月 她找了一個姓樓的華人地產經紀 代她密室一個拍門單位 她首先是看中了 北約克一個單位 透過這位經紀入offer 但由於競爭激烈 最終不成事 之後她提案同區 另一個位於Greenville Avenue的單位 於是要求這位姓樓的經紀入offer 但對方就諸多藉口推堂 但黃小姐實在很喜歡這個單位 於是她自己直接接觸賣方的地產代理 再由這位代理 介紹她的同事做黃小姐的地產經紀 最終以68萬多 在4月20日買入單位 而中間完全沒有驚動過這位姓樓的經紀 但在上星期二 她收到對方的律師信 指他們已經簽訂了買家代表協議 by a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指黃小姐已經獨家授權她作為買家代理 有效期由1月15日至8月15日為期7個月 現在黃小姐雖然沒有經過她買到物業 但她仍然有權向她索取2.5%的用金 即是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多元 但黃小姐堅稱自己沒有簽訂過這份合約 她懷疑在今年1月 對方為她入offer時 透過電郵發給她一堆文件 叫她在網上做initial時 合約就夾在裡面 令她無意中簽訂了這份買家代表協議 都不知道 現在要她多付2萬元出來 令她不知怎算好 尊榮華貴,王者府帝,King's Landing 關注北約克高尚社區 Concord Park Place的King's Landing 奢華細節,處處可見 例如單位內設私人酒窖 保存和展示你的珍貴名酒 盡顯名判豪宅風範 限時優惠期內 購買北約克King's Landing兩或三歲房單位 即可獲贈價值七萬五千元的停車位 詳情請上網 對於王小姐遇到的情況 民事律師陸炳華說 這件事有點鐵岸藍花 如果王小姐要推翻這份協議 除非她可以證明 她當日是在壓力或是歸逼下簽這份協議 又或者她的英語能力不足 不能完全理解協議的內容 安省地產議會就提醒消費者 當他們在買賣物業的時候 地產經紀要求他們簽訂賣家代表協議 當事人是有權拒絕簽署的 而他們如果決定簽 那就一定要詳細了解當中的內容 更加要留意的是 協議裡往往還會有一項保留條款 如果有這個條款 代表在協議到期之後 聽清楚 在協議到期之後的一段時間裡 當事人即使在沒有地產經紀人的協助下 賣了或賣了他的物業 仍然要向這個地產代理給佣金 為何有這條款的出現呢 是因為樓宇買賣 始終都是一件大事 買家可能要花一段時間去考慮 假設地產代理已經花了時間去安排買家看樓 而買家又可能在看樓一段時間之後才拍板 而又順利成交 而偏偏在成交的時候 這份買家代表協議已經過了期 即是地產代理拿不到佣金 之前所做的事就是白做 而保留條款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至於這個保留條款有效期 有多長有多短 這樣可以是30日 亦都可以是300日 完全是由買家和地產代理之間去決定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雅街淨水 很多家庭將在今個月 見到俗稱牛奶金的 加拿大兒童福利金CCB增加 因為福利金是根據通貨膨脹重新計算 遞收入家庭的最高補助金額 將比上年增加幾百元 牛奶金是在每個月的20日發放 所以做父母的在今年7月 也就是今個月 收到牛奶金將獲得加碼 雖然是政府給的補貼 但你也應該知道 你收到的牛奶金是怎樣計算出的 牛奶金的多少基於幾個因素 包括多少名子女 子女的年齡 父母的婚姻狀態 以及去年報稅時家庭正收入等等 今年低收入家庭 每名6歲及以下的子女 每年可以得到 7,437元 較對上一年多了440元 如果有6至17歲子女的家庭 今年每名子女可以得到 6,275元的牛奶金 較去年多了372元 如果家庭年收入低於 34,863元 每名子女將獲得全數的牛奶金 牛奶金的金額會隨著家庭收入遞增而遞減 例如 有一個6歲以下子女 調整後正收入為45,000元的家庭 每年就只有6,727.41元的牛奶金 而不是7,437元 聯邦政府每年會重新計算 牛奶金的金額 是要確保福利跟得上通貨膨脹 有關調整是在 每年的7月按照家庭正收入的變化計算出 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有8%安省種植的花旗參 自保養顏的燕窩棧 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還有花膠、冰酒 各款海味 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可以到第一廣場 或者萬禁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1年成為 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 現在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 受選港利行 當你搭飛機的時候 發現自己座位範圍裡 有一大灘血跡 兼有排泄物的腥味 那就真是行不安坐不下 來自法國的旅客巴特 6月30日 她和太太帶著兩隻貓 在巴黎 乘搭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 飛來波倫多的時候 就遇上這樣的事 加拿大公眾衛生局 已經意識到這件事 並且展開調查 因為每年有幾百萬人 旅行進出加拿大 旅行環境 健康安全 對於減少疾病傳播 是非常之重要的 人體的排出物 好像血液 輻射 這些都可能含有 令人致病的微生物 應該被視作污染物 小心處理 從而避免傳染給別人 當事人巴特說 當日我上了機 找到位置坐下的時候 我聞到一股 很難聞的氣味 而且發現我的座位 前面和地上 有一大塊很大的污漬 最初 我以為那些味道 是我的貓發出來的 於是 就起來檢查 那個貓籠 然後發現 其中一個貓籠 已經被地毯上面的污漬 浸濕了 當我用衛生用品 去清除那些污漬的時候 發現 原來它是血紅色的 我立即意識到 那些是人體的血漬 而且還散發出一種 腐爛的氣味 巴特將情況 告訴那些空中服務員 空中服務員就告訴他 這個是上一個航班的乘客留下 因為沒有其他空的位置 所以沒有辦法跟他調換 只是給了一些手套 濕紙巾 這些衛生用品給他用 巴特說 本能告訴我 我不可以再坐在這裡 因為我不能夠忍受這個味道 我曾經在貝魯特做過戰地記者 地面的血漬 令到我覺得好恐懼 事發生了之後 發覺航空公司打電話給巴特 證實那些污漬 是人體的血漬 而混合了排泄物 他們答應 付500元 給巴特作為賠償 巴特說 500元 只是夠我旅行成本的20% 我現在要求更多賠償 這是一個衛生安全的問題 發航沒有給我提供安全健康的環境 令到我的生命 是至於風險之中 我是RD Up Town 總裁 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 自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 是你的首選 多倫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16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26度 大多倫多地區 明天的普通無縣氣油價格會升一仙 每公升162.9仙 位於2150 Monico Avenue 華井天地內的風亞超市 7月7號至13號超特價 40磅雪花米 43塊8一包 泰泰勒雞精 8塊8毛8一罐 日生西施豆腐 1塊5毛8一盒 油水白粒魚 5塊5毛8一磅 小雞腿 9毛9一磅 金黃哈密瓜 6毛9一磅 風亞超市天天營業至深夜2點 恭候光臨 香港特區政府宣布 一旦日本啟動排放核污水 就會即時禁止 10個日本刀院的水產品進口 這10個刀院是東京 福島 千葉 荔木 刺繩 群馬 工繩 新色 長野 旗獄 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回應說 對香港政府的決定 表示極度遺憾 並指日本政府會持續跟特區政府溝通 日本駐港總領事館說 為了維持日本和香港的良好經濟關係 他們會持續向香港政府解釋有關的事宜 同時強烈要求香港 是基於科學根據 不要再收緊有關的措施 這10個刀院的水產品 會不會含有超標的輻射 這件事也值得加拿大人參考 保安局長鄧炳強 早前在立法會回應 遲刀傷人案情況時 建議市民如果見到有人 神情其義 吼吼吼 有少少恐怖性 就應該及早通知警方 民主黨主席羅建熙 其後寫文章 認為鄧炳強的說法 或會有帶頭歧視的效果 保安局隨後發表聲明 譴責文章斷章取義 混淆視聽 和誤導讀者 羅建熙認為鄧炳強的言論 很容易加強公眾對精神病的誤解 和偏見 和政府在推動社會精神健康上 一直所做的事背道而馳 由於沒有相關團體 或業界代表發表聲明 或提出關注 所以他寫文章提出 保安局的聲明說 鄧炳強當日 答覆立法會提問時 呼籲市民 如果遇見或懷疑罪案發生 應該及早通知警方 建議即報 鄧炳強作為保安局長 有責任提醒市民留意公眾安全 批評羅建熙將言論挖掘成為 對精神病者傳偏見 歧視等 對羅建熙將正面防罪訊息扭曲演繹 將建議即報的善意提醒污名化 感到非常吃驚 並重申 保安局呼籲社會重視精神健康 政府亦已提出了10項加強措施 支援精神復原 和有精神健康需要的人士 羅建熙 在保安局發聲明後回應 對於以真誠 溫怨 平實 感在文章中善意提醒 而換來的是 妄顧公眾安全和譴責 他感到十分無奈 他希望政府細心聆聽不同的意見 和廣開言論 如果有不同意之處 亦都可以釐清 給公眾可以作出多角度的分析討論 大家記得支持我們和《全民造星5決賽》 Let's go 還有幾位大熱的 你先撐一下 你先吧 你覺得自己特別有機會呢 不會 因為我覺得從來都是看作品 看實力 我覺得信心一定要給 我覺得 我一定要盡全力去做好自己的表演 Vivin好像對你沒有信心 上次說你是大熱 她說不是吧 我不知道 這樣說她裝了東西 但其實她一直都有關注我 比賽的進度 或者是心理狀態 我們有繼續聊天 溝通 感情的 Q 謝謝 被人說你內定 你不相信 是啊 當然沒有這些事 其實大家都實力高超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沒有內不內定 大家也是做好自己 你有沒有信心 這樣打贏冠軍方便 是沒有的 沒有的 也就信心 我覺得是給我自己去做好 就像剛剛KC這樣講 但是就不是說要贏 跟你之前那些 說你關務部 有很多負評 是打擊你的信心 負評就會打擊了某部分 可能是情緒上 或者我自己慢慢去撫評創傷 或者我自己的一個低潮的時段 但是我自己慢慢再吸收一下消化 再去走出來 沒有自己 就沒有打擊過信心 可能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很想要拿到什麼名次 所以做好就足夠 做好我自己想做的事 Haven 你的評價就是 你很帥氣 廢契是不是 廢物契仔 網上看的 我覺得這個名字挺帥氣的 原因呢 可能視感出來是廢 我很喜歡看這些留言 很開心 為什麼呢 有些不好的評語 我接收的方式比較特別 好像廢契 我覺得創意回到100% 我覺得很好笑 所以我經常自嘲 這個是我的生活方式 我不介意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提法 我自己對很多東西都